跑了400多公里 去看一个一年多没有解决的电路问题 到了,是一个别墅区 走在我前面的是给他做水电的师傅 就是水电做完以后就出现了电路问题 这故障差了一年多也没解决 跟着他们直接来到厨房看一下故障现象 这有个配电箱 他们说这个漏宝会在做饭的时候跳 做饭的时候开油烟机 然后开开油烟机他就跳 或者是一开水轮头他也跳 以为是电线不好,换了新线 漏宝不好,也换了个新漏宝 还是跳 新换的这个漏宝跳的轻一些 我想看一下故障现象 他们说这个红色的漏宝跳的0米 我就给他调到这个红色漏宝上 好了,接完以后看一下什么故障现象 打开油烟机 他们还说每一次放水 一放水他就跳 那就放下水看看 您说神不神奇 线都是换了新的 接头又都检查了 都没接收线 他就出现这种现象 下面就开始找原因来确定原因 测灵地电压 灵地电压正常 嗯 前面擦好吗 电压那么多 不知道 电压现在这电压又搞了 这样就不行 你把水关了 哎呦 干啥啊 啊 和水没关系 他这个是不是 哎 我这没动啊 我以为我表有问题的 另外几区要关了 不用不用不用 他这个是 现在是这样是正常的 嗯 嗯 这什么人在启动啊 水泵吗 水去吗 没关系 不是水泵和他没关系吗 你把水再打开 打开什么水泵啊 哎呀又出来了 不不不不用关这个 你关一元机吧 关一元机 和一元机没关系 我电压一会高一会机 一会高一会机 一会高一会机 还有啊 所以说跟你这个没关系啊 他总电都拉了 还有啊 那上下边去看吧 那找到为啥这个电压忽然一下就高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也就是说你没误跳的原因 不是 不是它露电造成的 下下 在下边车库还有一个总配电箱 去看一下 这是整栋房子的配电箱 他们说以前找很多师傅都过来看过 国家电网人来过 又重新做的接地 打了接地铁 然后这根地线和零线不交缘 所以这根线两头都拆开了 都没用 这里有一个水泵的电闸 是这一个三项电的 是水泵的原因吗 测零地电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它如果维持这样一个零地电压 这个电路它不会无调 它不会乱调 哎呀哎呀又上来了 呼拉就上来了 对吧 那个 它上来的时候你拉水泵那个电闸 对啊 拉 拉 哎 没了吧 再推上一下 马上要出来 它有个启动的过程 它水泵是变频器的 对对对 塞到了 哎呀又出来了 再拉 没了它水泵倒在的 水泵的原因 水泵的原因 那快去看一下水泵吗 看一下水泵变频器 变频器现在是在运行 不用啊 下面我想测一下这个水泵 地下这个水泵对地漏不漏电 一只表比测量插桌的地线 另一只表比测量水泵的电机线 表征有个迅速的回摆 这种情况我个人觉得不太正常 再倒一下表比看看 这个必须倒表比 不然的话第二下就测不出来了 就这种现象我给它起了个名叫 冲锋电视漏电 这个书上没有讲过 一般出现这样的现象我都是倒一下表比 这种现象只有指人表能测出来 输入表测不出来这种现象 看一下 可以确定它这个水泵是有问题的 或者是变频器是有问题的 它这个水泵可以手动可以自动 自动就是通过变频器来启动 手动就是直接给它通380的电 可以在插座这个位置测量零地电压 就是启动水泵来看一下零地电压有什么异常 现在表上看零地电压是正常的 我分别打在手动和自动 就是变频运行和手动公频运行 看看零地电压有什么变化 我打自动变频试一下 也没问题 变频运行 变频运行 呼一下就那个了 变频运行 这电压就够了 是你能说变频器有问题吗 测到这里一般都是怀疑变频器有问题 但是我心里还是感觉不像 我还想再测一下 所以我就把电机线拆掉 我准备单独运行变频器 看有没有这种现象发生 拆掉这三根线 变频器单独运行 零地电压没动 那也就是说水泵有问题咯 那得去看一下这个水泵 水泵在地下室 在地下室这个位置 水泵线又加了个空开 当时没做街头 当时没做街头加了个空开 在这个地方测量一下水泵线 对地 拉下这个空开 就等于说断开了变频器和水泵 现在是单独测量水泵 这个线对地 这样测量水泵线与地 看这个表径还摆不摆 摆的幅度怎么样 看一下 还是摆 这样显示是漏电的 也就是这个水泵不绝缘了 有问题 然后倒一下表比再看一下 不正常 这就是不正常 我个人认为是不正常 又是我个人认为不正常 我算老几啊 那正常的什么样呢 那就去看一下正常的什么样 他们的邻居也装了变频器和水泵 先看第一家 它没装的都是一样的 直接测零地电压 在水泵没启动的时候 零地电压都正常 直接打变频 变频启动 水泵 电压 3V多一点 再直观的看一下 启动水泵看电压 3V多一点 这个电压低 拆下它的水泵线 再单独测量水泵 同样是对地测量 看它表径的摆动幅度很小 不像刚才那一个泵 一下摆到中间 然后再回摆 再看这一家 水泵都是下的地下一百多米 不过这一家是自己换的一个新的变频器 直接看零地电压 正常 启动变频以后 电压升高 升高到3V之内 然后2V多一点 可我前面测量那个差不多 再测它这个水泵对地摆动的幅度 很小 很小这是正常现象 因为这个线太长了 100多米 它一般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所以看到这里基本上可以确定是水泵的问题 水泵漏电 接下来怎么办呢 地下一百多米啊 还有就是这个泵用摇表摇 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个样子的 对地 找来了专业换泵的师傅 准备换上一个新泵看一下 先把这个水泵放在这个大鱼池里试一下 然后放出了100多米线 把水泵线接上 看看这个新泵新线100多米 对地测量 看它的表征幅度 就是摆动的幅度 还是有的 都有 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 那就准备启动一下变频器 看一下零地电压的变化 准备开一下水泵 水泵启动了 开始往外出水了 再看一下零地电压 表征摆动在两幅 两幅左右 开了很长时间 这个漏电保护器也没跳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跳是误跳 它是受到了变频漏电的干扰 不过现在有个疑惑 为啥它自己跳 而别的漏保不跳呢 很奇怪 天空不作霉 雨越下越大 这个泵拆下来了 也没换 方主说等填好了以后再说 那好吧 这样我就完成了这个电路故障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